这道菜300块钱 只能快乐20年 路菜之中的精华 油爆菜的代表 火候菜的极致 与时间散散的菜 油爆双脆 这个菜只要上来 过去会吃的 你嘴里有68个丸子 48个烧鸡 二斤酱牛肉 全你赶紧给我咽下去 直接来 这个菜放凉再吃 一看就血外 这个菜我还真知道一点 为什么头蹄下水 主料是鸡蛋和猪肚 这玩意能夺贵 但这道菜 你看就这几片 298 这油爆双脆 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卤菜 难度极高的菜 比如咱们考试 这是考初学的 你基本上跟你说 今天这一道题 考哥德巴克猜想 剪完了你就毕业了 我估计96% 就基本要弃烤了 这道菜也是 你厨师去烤题 今儿烤油爆双脆 那完蛋了 所以能做好这道菜的厨师 还是少之又少 这个猪肚啊 用肚子的部分 你看那个谁 学学师在里面原梅就记载过 把这个猪肚 上边一层皮去掉 下边一层皮去掉 只取中间的那个白肉 还只是肚头的一部分 这么大个猪肚吧 基本上只能取这么一部分 这一盘需要三个猪肚 切闪子块 看来打花刀 这个它对刀工要求极其高 为什么呢 它是火候菜 要听你每一刀下去 深浅必须一样 然后鸡针也是 鸡针 咱如果你见到的 鸡针 外边有一层白银的那个筋的 吃那个吃起来挺好吃的 但是这个叫 有点速成嘛 拿刀都给它偏下去 只留中间红心的那么一部分 这两个菜有拿这个水泡 就是像他们家这个 我吃的有点像水焯的 就是先滚烫滚烫的水下去 把烫个五分钟 赶紧捞出来 在边上 因为你得给 一会爆炒留空间嘛 不叫还得吃一个啊 还不错 这两个菜都准备好了 然后她刚才小姑娘可能 从鸡肉的培去 这个咱们趁热吃 它是一个山东地区的特色菜 用的是当天新鲜的猪肚仁和鸡针 敢用这个网格花刀 旺火速成 也叫做这抱歉 然后它这个就是口感脆嫩 炒的时候就是多一秒不脆 少一秒不熟 咱尽快食用 我说荔枝抱歉 说的我一愣 跟荔枝有什么关系 后来我摆过了 还没有人话心 荔枝抱歉的菜 这个汁啊 首先不能有酱油 但凡这种油爆的菜 色身子少 我是没见过 它来不及用酱油 如果里边加了生抽啊 加了老抽啊 你下锅之后 你还得格外增加烹饪时间 让那个酱油业的熟 一般出的都是白的 它家这个梅膏酱油 出的挺好 把这些菜都预备好了 欢迎忘华 三两三面 一浇这个汁 只要一勾匀了 马上就出 然后最极致的啊 两三秒钟 人家懂得出什么做的 我觉得十秒之内 差不多 特别快做出来 就要求吃的时候 它一做出来 马上上菜的端着一六小跑 把往这一搁 您看那个 都奔着一块 什么一瞎块子 加一大块 还跟现在温度就有点下来 刚刚口感就有点小区别了 但是你家还行 放凉的吃这个菜 根本就不值298 也就值19块吧 但是刚才又是吃 真是不错 在北京 我几乎没有吃过 口味比这段好的 298 这个快乐就维持 大概有个20秒 上桌你要搁二十钟再吃 我这厨师 可不可以拿手砖你 你知道吗 哎 得 干完了 厚着口感明显 就是一开始上来 但是因为也脆啊 而且味道 体中没有变 那话怎么说 林京霞老了 也依然是美女 刚才老张问说 那这油爆双碎 有点贵 那油爆单碎行不行 单碎可就显不出功夫来 因为什么 这两个菜熟的火候可是不一样 同时下锅 同时上锅 您同时吃 牛就牛在这个地方 今天这个不错 我觉得可以 这个菜油爆双碎 露菜之中的精华 油爆菜的代表 火候菜的极致 如果想到各位 如果想到有机会上功验情 可以点这道菜 稍微装一下 人家外有一个 不是秘密的小秘密 如果大家去餐厅吃饭 有贴条的 几号几号几号厨师 这在过去是有一个 不成文的讲究的 比如说 我收了十个徒弟 收老大的老十 一般情况下 一号厨师都是大徒弟 就是深得师父真传那种 然后基本我会做的菜 他也都会做 师父不在了 大师哥可以听门啊 我的天哪 越是实力越往后 大家能炒的菜也不像 比如说大师兄就炒这个 要求极高的这个火候菜 这就是一号厨师做的 我猜有可能是大徒弟 我不是说每家饭店都一定是这样 但是刚才我看见那个号 突然有这个感想 大概是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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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